今天我们的元旦第一天 不一样 要上个什么样的课呢 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来接旨 接什么旨呢 接圣旨啊 圣旨到 小李子 来来就由我来念圣旨 奉天成韵 吴皇赵曰 台湾是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 这个历经三任政府的难题 已经没有回避不处理的空间 因此我要用最谦卑的心情 请所有国人同胞体谅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我们 再三斟酌後的决定 心慈 吴皇万岁 千悲千悲 千悲再千悲 众亲平生 谢吴皇圣恩 哇 同学表现得真好 立马升官 政务委员 叶政务委员 太棒了 表现得真好 同学们马上心领神会 都知道该怎么做 好好的接圣旨 听到了吗 来看一下 今天蔡英文总统呢 她特别在元旦的 谈话当中告诉我们 刚刚说的这个话我想不用再赘述 重点是最千悲 的心情 千悲啊 所有的网友们 大家现在在看我们的头条开讲 麻烦大家你觉得 这个千悲到底应该怎么写呢 是这个千悲吗 你不认同吧 所以你要不要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赶快写 你觉得千悲到底是哪个千悲呢 是要那一悲两悲的悲 要达上千悲的千悲 还是点点点 麻烦大家来发挥一下创意 来主委 我觉得台湾民众应该很想要 借酒交愁 喝千杯的酒 把自己喝醉了 就不用去想说怎么办 我疫苗到底有没有 为什么人家的疫苗是用几百块的疫苗 台湾的疫苗是用几十块的疫苗 为什么人家不要吃了莱猪 台湾要吃 为什么日本发生核灾地区的食品 居然未来台湾也可能要尽 我觉得这些焦虑 都让大家很想要一醉解千愁 最好的方法就是蔡英文总统教大家的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喝了谦卑以后你就什么烦恼都没有 刚刚大家在讲五行万岁万万岁 最近亚洲周刊的那张照片 十分的写实 但是我看到那张照片 我跟大家感觉不一样 我不是看到英女皇 英皇 我是看到慈禧太后 我是看到慈禧太后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蔡英文现在的作为 确实更像老佛爷 为什么 第一个垂帘听政 好像所有事情都不关他的事情 都是行政团队要再往前面冲 都有打手在那边讲一些插话 他就在后面垂帘听政 但事实上就是他的魔手在掌握全部 第二个不只是威权独裁 我觉得他更像慈禧太后是什么 上权辱国开放门户 大家记得慈禧太后最让我们这些后代 觉得可耻的地方并不是在他的独裁 或者是在他的威权掌握这个国阵 而是在他上权辱国 签订了许多不公平的条约 把我们的门户动开 让世界的列强可以来这边 请销他们要卖的东西 现在不是就跟那个时候一样了吗 民进党一直说 哎呀我们加入WTO啊 不能有贸易壁垒 我上一次有一个是台大教授 他就基于这个立场 虽然他是台大教授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他讲说 教授 你有没有去看过WTO的真正精神 就是两个字叫公平 公平是什么意思 我不卖我也不让你们卖 OK公平 公平是我不让美国卖 我也不让其他的国家卖 这叫公平 可是现在这样公平吗 台湾的猪不可以用莱克多巴胺 但是美国的猪可以用莱克多巴胺以后 低价请销到台湾来 这对台湾的猪农是公平的吗 我就跟他们说 加入WTO 或是要签台北贸易协定 不是去签马关条约 不是说我们签了以后 你什么都可以来卖 今天蔡英文又以国际贸易来说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换到什么 你今天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换到什么 是啊 我看到网友有人抖内 国之北将说千杯千杯再千杯 是千是一千两千的千 杯是杯琴的杯 一千个杯千杯千杯再千杯 那当然也有人是说 祝勤教官还有方丈主播 新年快乐 那重点是怎么样呢 人家是说用最千杯 蔡总统好爱用千杯这个字 我跟历年他很常都用千杯 2018年国家早餐会的时候 他也说用千杯的事情 来解决社会的一些难题跟挑战 结果他就把中天关了 哎呀对 又开放萊猪了 怎么千杯了 我跟他讲的可多了 2011年就讲过了 讲到现在2020刚过 然后到了2021 大概已经听了9年了吧 你还信吗 大家还信吗 不信的也帮我们加一 我们看看 所以呢 因此我们就看到柯文哲就说 你这宣布时不跟人民沟通 这个千杯的心情呢 12月31号一下子就出招 这不是算计 不是全谋 难道这个还叫千杯 我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 你看他元旦的文告 他对萊猪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就要人家体谅 那我想到也是我们这个封建时期 我们在三国的时候的曹操曹丞相 他不是说要攻打张秀 他就说我的军队如果有人 这个马建到麦田 那我就立刻就要把他消首示众 就他才讲完 他的马就冲到麦田去了 然后他就起来说不行 我的军令如山 我要割我自己脑袋 那旁边马上郭佳拉住说 曹丞相不必 因为你非常的位高望重 所以他要领袖大军 所以割头发就可以了 所以他割了头发 来代替所谓的他的军令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你看蔡英文 今天萊猪当初萊记说有毒的是谁啊 不就是民进党啊 你自己都拿着毒牛 不要与逛大街了 反美牛的时候就他们嘛 然后瘦肉精的猪肉不能开放 开放总统要下台 那些还有对人体有害啊 对什么的 那个所谓的殖民地啊 上权辱国啊 每个都是民进党讲的 对 可是今天你云淡风轻就一句话说什么 说请大家体谅 我体谅你什么 你连个道 台湾到现在连个道歉都没有 曹操还知道割头发哦 他说因为那是他再三斟酌后的决定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再三斟酌后的决定 你之前的那个毒牛 那时候就不是再三斟酌后的说法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今天就是像柯文哲讲 就是两手策略嘛 他在当蔡英文讲千杯的时候 他屠刀就在后面准备等着你了 向来是如此啦 他怎么样 他只要说千杯的时候 就是要开始去砍苏尾硕脑袋 然后去开始去砍这个罗志强脑袋 开始去砍中天脑袋 砍网友脑袋的时候 所有的千杯东西 所以请问各位哪一点千杯你告诉我 他到底有哪一点千杯 够得上千杯两个字 整个台湾过去 我们从民主化以来到现在为止 民进党蔡英文的 所谓的嚣张跟跋扈跟霸道 他是所谓的史上之罪的 他已经是超过了陈水扁 你知道吗 陈水扁我跟你讲 他再怎么样凶悍对不对 他也没关新闻台 没关TVBS啊对不对 所以你也看到说 他也没例怎么王管法 他也没例所谓的去查 那个查水表 也不像民进党查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元旦的文告 在我看来我觉得是 让人家觉得是非常反胃的文告 就像对人民来讲 那只有一罪解千仇 像淑慧讲的 但是对人民另外一个心情 就是网友说的啊 一千个一千个悲情啊 一个又一个的悲情啊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 2020年民进党才是第二任 蔡英文的第二任的第一年 就已经瞎装到这种程度了 然后他的所有的官员 可以到处 你看今天有那个 我们的李文中啊 出来骂混蛋啊 你一个堂堂的一个 所谓的部会首长 你可以到处去骂人家 前国家元首混蛋吗 有这种骂法的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包括李艳秀 我一定要讲 李艳秀到国外去看孩子 他孩子发烧 为母的那种担心 他去 就民进党还可以拿 他的所谓去美国正式 拿出来消费 更好是消费 消费还被李艳秀 岳阳打脸 所以我要说这个谦卑的政府 从头到尾他的谦卑 就在说反话啦 他说的谦卑 就是囂张跟跋扈 那我们去做谈卑 的谦卑 的谦卑 那我们来说